在野猪泛滥的丛林里 大家觉得什么武器最安全呢 而这个男人只需要一根竹子 他就能将这些竹子制作成杀猪利器 供体 支币 弓弦 扒击组合在一起 很快一把石子供就完成了 刚好有只诱人的好猪出现 猎人 今晚是否能够吃上大餐呢 让我们试试一试吧 好 大家好 我是干啥啥不清 干饭第一名的Dabertia 这里是越南的原始森林 起温地形复杂多变 还栖息着各种致命的动物 节目组这次给留了一辆 这个这个摩托车 给那个乔和马特 当他们来到丛林的时候 发现这车已经一点油都没有 就连油管都被切断了 乔用舌头铁了铁电池 嗯 麻麻的还得点电 顺机里的磁石也是个不错的东西 袋子倒是留下了不少东西呢 残留的面包 攀灯绳 散绳 还有一大袋工具 拿到各种各样拆卸工具 两个人对视一笑 默契地拿起工具 把摩托拆了 无论是电线还是里面的管子 能拆的都拆下来 这比阿尔哈拆架还狠啊 收获了一大堆东西 这也花费了不少的时间 眼看天色见完 今晚只能待在这边过夜了 明天要收拾收拾 打包离开这里 马特在附近寻找水源 附近有不少的竹子 理论上来说 竹子会储存掉不少的水哦 拿起小刀咔咔几下 弄出个口子 然而并没有水流出来 幸运的是 隔壁有不少香蕉树 喜欢看Bersey视频的小伙伴 都知道了 香蕉树底部的大球径 储存了不少的水 只需要从底部将树砍倒 就可以看到 有不断的水涌出了 挖出一个碗口 更分明的水 马特用手咬了点水 就是这个颜色 看起来不怎么正经啊 不过喝起来比农夫山卷还甜啊 现在还得用容器装水回去喝呢 竹子的结构就非常适合啦 举其中一截 在两边钻出两个小口 让绳子穿过去 直针紧迫 马特只能采取用最快捷的方法取水啦 用吸管将水 刮到瓶子里边 保存门一口都有太爱的味道 咳咳 就不知道瞧爱不爱喝啦 你肯定没想到 废弃的魔头还竟真要用 直接男人用小刀在竹子上 刮出了不少的火熔 绿油器里还采留着一点油 融合到火熔团里 通过火星塞电线 哎哼 到电弧生火 现在就看它的表现啦 可能是姿势不太对啊 尝试了许多次以后 才将火点燃了起来 赶紧拿去点燃木堆 瞧 还放入了轮胎燃烧 立刻就出现了浓浓的黑烟啊 希望附近的人能够看到过来 它取出摩托里的棉绳 这个能加工成胶布 下次只需要一点点的火星 就能够成功生活啦 马特带回来 满满一壶水和绿香蕉 乔看到了非常高兴 结果了水壶 蹲蹲蹲地喝了起来 他很好奇啊 马特是怎么弄到的呢 马特立刻描述去水的场景 乔差点没忍住 喷了他一脸 感觉嘴里都是马特的味道 实在太糟糕了 来不及回味 现在要搭建柱子了 为了节省时间 他们利用绳子 竹子 树干组成吊床 乔还担心会塌下来 双手死死抱住树干 吊床的效果那是非常的好哦 承受得住两个人的重量 就这样度过了在越南丛林的一天 昨天的烽火并没有吸引到 别人来的注意 他们呢 只能留下标记 离开这里了 越往深处行走 织位就变得越丰富 为了避免在丛林中迷路 乔准备自制个罗盘 将竹筒当成容器 在两边挖个洞 然后插进去一根枝条 刺铁放到里边 哎呀 这很快就能得到正确的方向前行啦 高温和流汗让他们损失了不少的水分 他们还得继续往东走 朝海岸前进 随时都有可能陷入脱水的危险 庆幸的是前方不远处就有一个小水池 看起来水质并不咋地 安全起见 还是先沿着河流往下要走啊 找到合适的地方 再生活出水 这里的路并不好走 底下都是淤泥 而前方就是湍急的瀑布 前方已经无路可走了 随时都有可能被河流冲下去 只能冒险有道对岸丛林 还好两个人都没有被河水冲走 现在又重新回到丛林里面寻找出路啦 别人来荒野是求生 对于这两个状态来说就是玩 渴了有水喝 饿了有肉吃 不知道还以为在哪读金啊呢 想想他们要享受还得学会这个怎么生活啊 马特利用头灯反射镜聚焦点火 之前弄的胶布弄点煤放到上面 阳光正好很快就能够看到有白烟冒出来 马特赶紧拿到另一边尝试点燃 一番忙碌之后成功生活 正好可以进化营物水啊 而乔和马特去任空地后 就去准备自制武器受力了 附近有不少的竹子正好用来做把狮子弓 由弓体 直臂 弓弦 扳机 四个部分做超 其余部分啊 随便弄的就行了 唯独扳机要不停休长 当他正好塞进洞里时 这个十四弓就算完成了 不知道哪个倒门道被乔盯上了呢 乔在丛林中寻找物妖 抬头就发现 哎 有只鸟在头顶栖息着 立刻上他瞄准 很可惜并没有命中 看点今天晚上想吃到肉 还得继续努力啊 想要听到附近有动静 在角落里有只豪猪摔太阳 这个把他高兴坏了 慢慢走到他的身边 很可惜这件差了点啊 赶紧上当瞄准 正所谓自古攻兵爱近战 上就是一棒子 晚上就可以吃全猪烟了 当他处理完好猪火了时 马特已经弄好了休息住所 要是时间再充足点 怕是三十一厅都能弄出来了 乔非常喜欢马特搭建的住所 把肉放到火上烤 很可爱就能躺在那里品尝烤这儿了 应该没有比这更享受的了吧 新的一天 乔和马特回到丛林里 继续朝着东往海岸 马特攀登上高处 勘察附近地形 爬树对他来说太简单了 实在 直接徒手攀登到十几米处 根据他的观察 那边看起来更加宽阔 立刻调整方向前行 很快他们就走出了丛林 来到了种植园 看到工人那里 意味着逃出了越南丛林 春天来了 又到了小动物 做大做强的季节 行众的叫声 吸引着对方的注意 接下来就轮到猎人灯上了 他慢慢地靠近猎物 寻找机会射击 双方距离还不到十米 叫声让他转过身 退了两步 猎人抓住了机会 一阵白眼过后 是否能够命中的目标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 大家好 我是干啥啥啥不信 干饭低迷的The Bertie 这里是纽西兰南岛的 峡湾地带 每年都有猎人过来狩猎红鹿 崎岖的地形 再配上多变的天气 让不少人折在了这里 而乔和马特因为山崩 被困在峡谷底部 金木组就留几件装备 一个背包 一块防水布 一块散伤 这跟他们预想得到的装备 还少呢 乔和马特又在附近寻找了一番 在杀兽中找到了胶带 战斧和一把步枪 这对于特异特种命乔来说 直接起飞 唯一的问题就是 咳 没子弹 他们不得不在碎石中寻找 差点就要被石块砸到 已经花了不少时间骂嘴 马特才找到一颗子弹 为了安全起见 他建议乔赶紧离开这里 乔却觉得一颗子弹 这太难狩猎了 马特坚信乔能一定能一发入魂的 要是换在其他地方 乔肯定会挖一整天 现在只能跟着马特离开这里了 乔和马特在丛林中寻找出路 看到下方的水潭 马特想去喝点水 顺便找点食物 而乔则想去检查一下补枪 作为世界一流的狙击手和特种兵 他熟悉各种各样枪械的操作和护理 将绳子有一段打刻铁 塞入枪管清理 现在就不用担心灰炸糖了 马特从西边带回来的好消息 他在附近找到了鹿角 乔的子弹迫不及待想去受理一发了 还有一些莓果能够接下馋 突然一声枪响 附近有人狩猎 乔和马特立刻冲了过去 要是在荒野迷失了方向呢怎么办 求是个专家马特告诉你 像这样 植被茂密的环境里 可以留意苔藓生长的方向 这片区域苔藓长的较少 就比水太阳时间长 就知道接下来往哪儿走了 你学会了吗 桥和克迪穿越丛林来到河流处 这水又深又冷 对岸只光滑的峭壁根本上不去 只能到上游再爬到山脊穿过去了 再进入丛林绕路走到上游 这边看起来更加平坦宽阔 拿去地上的木棍支撑陆河 河流并没有想象中吞急 很快就来到了对岸 他们往西行走 离开丛林来到四胡同 这个小海湾没有任何可用资源 沿着锦线直走就能看到周围的地形了 桥很快就发现对岸有白烟冒出 那应该就是他们要找的通行猎人 只要找到他就能离开这里了 桥不确定啊 开枪能否吸引到对方 附近的木材并不适合做木发 只能骑到绕路过去对方还没走 还有两个小时叫天飞 他们得先找地方应付今晚 刚走没多远就下起了雨 现在回身试头 那还得想办法暖起来呀 马特在丛林里找到了一个洞穴 环境相对比较好 唯一的问题就是他没办法生活 只能尽量地收集多点干燥的木材 枯叶铺在里边保暖了 花了不少时间收集了一大堆 最后用了防水布铺在上面 今晚只能勉强地抱在一起去暖了 睡前还听到路铭了 乔真的想现在就冲不出去狩链 天刚亮他们就去寻找猎人的营地了 花了很长时间啊 终于看到猎人的营地 万可惜往来一步谁都没看到 路火筒摸起来还有点温度 赶紧让马特冲到海湾看看 虽然饿了两天 但马特跑起来气都不喘下 他只能看到残留着的绳子 估计猎人已经走远 地方并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瞧判断猎人不会再回来 这里有线层的庇护所 还能容易看到路过的船只 令人留下的木材和木炭 马特正好可以用来生活 他将火熔引到木炭处 稍微开始冒烟 轻轻一吹 生活成功啦 乔刚在收集木材时 发现有撸活动的痕迹 他准备等会去狩猎 可子弹只有一颗 马特表示不用慌 他有绝招 能够绕路自己过来 这两个男人正在野外烹热鹿肉 放在火上烤得滋滋响 一口咬下去几种味儿 剩下的肉拿去烟熏啊烘干啊 爆森 吃一个礼拜都没问题 他们是怎么狩猎到鹿肉的呢 这还得从三个小时前讲起 乔的手中只有一颗子弹 为了提高命中率 马特模仿鹿鸣呼叫母鹿过来 很快那边就传来了鹿鸣 是一头健壮的公路 这可怕乔惊呆了 没想到这嘴还能真要用 现在他要绕到侧面拉开距离 到处都是树木和藤蔓 乔又找一块是空旷的区域狩猎 突然附近有动静 他看到那头公路跑到了丛林里 这可怕乔气坏了 只能慢慢地向前靠顶 双方距离非常近 将适合射击 就在他被马特的叫声心转身时 乔抓住了机会 那鹿已经倒在了那边了 不会是十几一流的决心手啊 一发入魂 挣重心脏带走 差不多两百斤 足够他们吃整个礼拜了 马特点瞻处理完这个内脏之后啊 就带回去营地烹饪了 高度的食材 汪汪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哎呀放在火上烤一烤 它就已经很香了 这一堆肉他们恢复了不少能量 马特打算用炉子改造成烟熏炉 将炉子桶翻过来 让烟从底部进来 铁板呢弄成简单的火箱 用泥土的地方 下面生火 让烟通过管子进入桶中 这个肉啊 差不多要持续着烟熏 十个小时才能完成 乔也没闲着 制造了一个船声筒 用木柜弄成框架支撑桶子 里边呢放入十块乔打出声音 马特看到啊 觉得嗯 再弄个旗子 哎呀那就更明显了 两个人轮流观山海平面 有没有船只过来 乔用瞄准镜寻找船的影子 就在他冷得不行 想要回去叫马特的时候 哎又船过来了 赶紧摇响桶子 马特赶紧跑出来举起摇摆 最终这个船 还是看到了信号 往他们里面过去了 乔和马特再次成功逃离陷阱 这两个壮汉 躺在床上缓一人声 他们已经被困在丛林座了好几天了 期间也就是吃了点小果实 牙缝都塞不了 突然冒出了只火鸡 这屁股可把他们尝哭了 大家觉得火鸡会惨遭毒手吗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这里是尤卡塔半岛 位于墨西哥东部 茂密的丛林 生存着各种各样的生物 底下呢还暗藏着 全世界洞穴密度最高的地区 而乔和哥迪就迷失在了这里 节目组啊也留了一些道具 上方的洞口太高 他们没办法爬上去 不过可以利用镜片 和阳光生活做个火把 刚好这里有不少的树枝 马特用刀刮出棉絮当火融 他要把眼镜拆下来 把镜片重叠在一起 现在只能等他发挥作用了 终于等了一小会儿 这看到了白烟冒出了 乔呢赶紧用防晒油涂满布料 将它捆绑在树枝上 经过了两人的努力 火把成功点燃 他们进入洞穴里面探索 里面的地形啊非常非常 哎 到处都是死胡洞 前方就是悬崖 已经无路可走了 下方通道里全都是水 强冒险潜入水中查看 他并不确定 这里到底有多长 但是火把快要坚持不住了 小火马特只能潜到水里游走 幸好呢 这距离并不算他远 上方就是丛林和蓝天 不过小离开这里 还得继续努力啦 这两个壮汉 刚刚逃离出洞穴 又被困在石灰井中 里面啊有不少树根垂直下来 差不多有个30米高 小逃离这里 只能攀爬上去 马特尝试攀爬上去 乔二夸马特就像猴子一样灵活 很快他就来到了顶端 抬头就能看到上面的陆地 费了不少力气才来到上方的 现在轮到乔了 作为退役特种兵 他对自己的体力非常自信 攀爬的速度比马特还要快上不少呢 很快他就来到上方会合 乔还没有高兴太巧 就发现景片不见啊 背包破了个大洞 他很后悔没有检查好 马特觉得生活这事有手就行 关系不大 乔并不信任他的生活技术 转身交到下面 马特都拦不住他 乔呢直接从上面跳入水中 在树根附近寻找了一番 并没有找到那个镜片啊 现在又得重新攀爬上去 这次攀爬速度明显没有更更好 乔感觉整个人越来越累 现在全靠意志力苦苦支撑啊 就在马特的鼓舞下 乔咬紧牙关这才爬上来 他感觉下去找镜片实在太蠢了 调整好情绪后就往西边 哎呀朝海边走去了 现在呀最重要的还是补充水分 这里非常干燥 树藏里一点水都没有 沿途呢也只能找到蝉果 稍微补充一下能量啊 把外皮咬开 里边是带紫的果肉 天快黑了 这时候准备搭建住所了 马特看了不少树木用来搭建 卡卡起下就得到了坚固的架构 只需要往上面放成横木和叶子就完成了 人参果树的树叶啊 那是天然的蛆虫剂 马特用刀砍出锯齿线条 让树叶流出来 很快他就收集好回到营地了 乔已经搭建好了重所 还顺便给弄了个枕头 将树叶涂到四个角上 今晚就不用担心虫子骚扰了 他们已经在丛林饿了好几天 现在也就吃了点果实 要不是摄影机材啊 估计就得变成单人求生了 乔和柯提又度过了一个饥饿的夜晚 他们继续往西寻找水源和食物 穿越丛林的过程中 马特一眼就看到了那儿 哎呦火箭啊 成功让乔停下了脚步 可是他根本没看到啊 马特只好呢一个人上去狩猎了 虽然他已经足够小心 但还是惊动了火箭 趁他没有反应过来 马特直接冲过去一刀解决 当乔看到这火箭 高兴坏了 恨不得现在就生活烤来吃 马特呢发现附近有棵高大的树 那边很可能会有水河 前方越来越宽阔 很快他们就看到了下风的糊涂 虽然啊这水看起来很清澈 但仍然需要煮飞才能喝哟 乔呢去寻找装水的容器 而马特则负责打减住所 丛林里有很多藤蔓 可以用张吊床 附近的木材也非常适合 弓钻取火 用刀修整成合适的尺寸 马特还把凉鞋上的鞋带当工钱 一切准备就绪 开始摩擦生活了 很快就把烟冒出 这费了不少力气才能得到这些灰烬啊 放到火熔里面 这火啊很快就升起来了 而乔用龟壳装着水回来 有水有火 现在可以准备火机打他了 马特躺在床上等桥拿着肉畅和水过来 这样的生活他恨不得每天都有 新的一天 他们往西继续寻找海岸 前方就是红树林了 这意味着附近就有海 这里并不好穿越 到处都是茂密植被 费了不少力气才离开红树林 眼前那一片大海 他们沿着海边走 寻找有用的物资 马特打算将海螺壳做成号角 乔也想尝试一下 救援船出现了 看来只能下次再展现给我们听啦 这两位壮汉在古岛上饿了好几天了 好不容易才发现有只沛奇在吸草 直接的心意和拿起武器 下一秒沛奇就被他们抬走了 这两个壮汉就是乔和马特 为何他们会混到地起呢 那事情还要从三天之前讲起 这里是巴拿马的某个孤岛 乔赶往岛中寻找新的搭档 赤脚大仙刻的也不知道去哪度假了 对于新搭档马特并不怎么熟悉啊 只是呢在弹幕看到自然之子 赢了得业点赞关注杯子 他呢已经在岛上生死了好几天了 乔这次啊就准备了一把刀和一些工具 他根据节目组提供的地图知道 马特就在打岔的地方附近 乔作为突一军人 想追踪个人的实在太简单了 很快呢就在地面上看到了马特的痕迹 乔啊估计马特就是在这里摔过了 前方还有动物的内脏呢 更让他确定了马特的位置 一阵笛声从上方传了过来 孤岛顺口见者估计也只有马特了 两人初次见面 乔呢显得有些激紧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刚走了个赤脚大仙 又来了个半裸男啊 幸好他脚上穿着东西 不然这乔更崩溃了 马特介绍自己的独门武器 看起来呢像毛的东西 其实是贱 能够轻松的刺穿动物 拿出收集到的雨水给乔品尝 没正好到饭点了啊 邀请乔一起吃肉 乔就这肉 可把隔壁被也唱哭了 他们一边吃一边商量 怎么离开这里呢 马特建议先到山沟里找点水先 雨水被乔和娃娜 乔呢跟着马特来到山沟处 地下都是碎石 马特率先攀爬了下去 虽然非常小心 但还是 在巴达马某个小岛上 这两个男人在海上划船到了对岸 海里啊全是水母 要是掉到水里 立刻就能回去吃鸡了 就是不知道这木筏 能够坚持多久呢 马特刚刚啊 差点就摔了下去 幸好并无弹 现在轮到桥了 他沿着马特的线路下去 这要不是乔抓紧小树 就要跟着石头滚下去了 人们倒是没事 马特的水壶却糟了样 他们来到下方 并没有发现水源 眼前就是那海 乔看着对面的小岛 嗯 估计就三四公里的样子吧 附近有不少巴沙木 适合做木筏 乔拿起刀 就是咔咔咦的猛砍啊 咔咔几下 就搞定了 趁着涨潮 将木筏拖进了水中出发 两个人拿起船将梦划呀 就是 哎 这底下水母有点多啊 更糟糕的是 他们在海上曝晒 皮肤都晒得白里透红了 划了一段时间 才来到海边 这里的植物 比上个岛茂咪不少呢 马特找到一树瀑布 哎 这个高兴坏了啊 他立刻蹲蹲蹲的喝了起来 乔拿立刻制止了他这个行为 这水得煮沸再喝呀 马特觉得流动的水 比农夫山泉还甜的 没问题呀 最后他还是答应了乔的要求 收集木材 生火珠水 双手摩擦起来 很快的火就生好了 而乔呢 则是在海滩准备求救信号 他准备将树枝搭成两个架子 然后呢 在上面铺垫叶子 倒是方便点火 马特带着自制的饮料过来了 乔顿顿顿的喝了起来 感觉这是有点怪啊 里面呢 加了植物还怪好喝的 现在是时候准备搭建住所了 马特利用树叶铺垫 看起来就像是个鸟巢啊 乔躺在那上面 赞不绝口 还有野果吃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在度假呢 现在要是能吃上肉 那就完美了 这两个在岛上度假的男人 感觉嘴里的野味都吃腻了 点了份儿得爷同款烤肉吃 这个香味 隔着屏幕都能闻得到 货品来了 孤岛哪来的外卖呢 还得从天高亮时说起 昨天他们收集材料中 发现有佩琪的足迹 所以啊 乔打算来个瓮中捉猪 他呢还没有见过马特怎么狩猎 希望直剑器真的能够刺穿佩琪吧 乔呢还弄了把长毛缝身 但呢 昨天发现足迹的地方 两个人呈两面包夹之势 行走 前方揣来了佩琪 欢呼雀悦的声音 乔呢和马特通过手语交流了起来 果然那边就有只佩琪 两个人行动了起来 将他驱赶到了瀑布那里 直剑马特拿着武器慢慢靠定 一击就将佩琪击倒了 乔呢趁他病拿住命 上去就是一戳 很快佩琪就被两个壮寒抬走了 变成一串串的烤肉 原本啊 双方之间还有些隔阂 这一顿烤肉下来 大家津静了不少啊 乔呢对于马特的受力技巧非常欣赏 尤其是制剑器的威力呢 更是赞不缺口啊 马特被乔的彩虹屁夸的脸都红了 他觉得接下来一起搭档 那是完全没问题啊 接下来的日子 就要等待救援船了 马特闲得无聊 还给乔带顶避忘 乔非常无欲啊 感觉这哥们真的是度假的 他拿着望远镜观察海平面 不知道等了多久 终于有艘船过来了 赶紧拿着火把点燃风火求助 当船掉头那一刻 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 不知道大家觉得 乔和马特这个组合怎么样呢 这两个男人被困在山中好几天了 两条鱼三个鸟蛋 已经是他们能找到的最好的食物 马特却觉得吃太饱了 忍不住想多住几天 听到这儿 乔的脸瞬间跨了下来 这一队新搭档又要散火了吗 这里是秘露的安底斯山脉 不仅气候地形复杂 而且还把高空空气细薄 随时都可能发生高原反应 乔和马特刚好被困在山峰上迷路了 周围都是白屋 根本看不清山下的情况 他们只能先看看 金木组留了什么东西 乔从背包里掏出各种东西 其中最有用的 应该就是这块绳子啦 他们收拾好东西往山下走 到处都是湿润的植被 两个人下面早就湿透了 得找个地方生火红根脚丫 前方的空地是天然的避风港 非常适合搭建住所休息 乔打算拿出斗篷固定成屏风杖 再往地面批点草 那个稍微修饰一下 今天晚上这个豪华别墅 今天就能睡在这里啦 要是等会马特再生一堆火 那这住所就相当完美了 他呢还在附近收集水源 海鲜里面有不少的点 能够有效杀菌 只需要搁下来双手挤呀 就能喝到水啦 而马特收集完材料以后 就开始准备生火工具 现在处于高海拔地区 缺氧并不利于生火 马特拿起公钻尝试磨擦生火 一番操作下来 有烟无伤 一点火星都没看到 他不得不改良一下生火工具 卡了树干用来固定 刚好乔拿着一壶台鲜水回来 马特需要他的帮助磨擦生火 哪怕马特都擦出一片白烟了 可还是以失败告终 看来今天晚上 他们只能抱着睡了 这两个男人被困在身中 一点都不慌 甚至还想教会 我们怎么睡才舒服 首先得挑选一个合适的隐蔽处 将树枝来回编枝 放在树干上 再放上弹险 填满避免漏风 打建豪华野外别墅 你学会了吗 不过啊 乔和马特更想今天生活成功 毕竟晚上没火 冷得瑟瑟发抖啊 一大早起身 沿着河流往山下走 做着高度下降 直北变得越来越茂密 为了不少利息才穿越树林 来到河流边 对岸看起来更加开阔 幸好有倒下的树干能爬过去 接下来的路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 他们又回到了丛林中寻找出路 不过很快就被眼前的瀑布阻挡了 乔和克里到附近收集了不少藤蔓 这种藤蔓不仅够长 任性还好 所以支撑住他们的重量了 现在只能将藤蔓捆井树根处 马特并没有防护设备 徒手往下攀爬 虽然岩壁上有不少苔藓 但对于马特来说 问题不大 很快就攀爬到了下方 现在轮到乔表演了 在马特的鼓励下 他也很快来到下方 不过这也导致他们全身湿透 所以乔和马特搭建完住所以后 第一时间就尝试生活 马特打造超大尺寸的公算生活组 现在就得看这双人运动效果如何了 随着白烟冒出 两人拉扯得很激烈 可以看到依旧有不少灰烬出现 放到火中中 经过马特的安抚 今晚终于不用抱着桥睡觉了 小赫雷也有不少鱼在晒太阳 背后有人拿着自制武器慢慢靠近 这武器花了他不少时间组装起来呢 好成连野猪都能击倒 现在他双眼死死的定人的小鱼突然 一击就狠狠扎进了一对心里 他并不满足于此 又拿起了武器 现在可以回去跟乔一人一条了 而乔也在丛林里寻找食物 周围并没有动物的痕迹 只发现了树上有六颗鸟蛋 虽然他很想全部拿走 但是马特知道肯定会生气 所以这次乔只拿了一半回去 当马特回到营地时 刚好看到那三颗主熟的鸟蛋 具体谁多吃一颗嘛就不知道了 还好他拿回来了两条鱼 不然今晚肯定吃不饱 现在是啥都有 马特觉得这也太棒了 想多住几天啊 乔想都不想拒绝在这儿露营 他现在只想赶紧回家 躺在床上断裂身体 马特表示野外也是可以的吧 第二天 乔和马特继续沿着河水往下游走 他们刚来到河流处 就发现对面远方有房子啊 不过他们得渡过河流 才能到达对岸 到处都是湿滑的石头 没有一条安全的道路 只有卡在中间的原木 可以尝试试 马特打算砍下一棵树 作为支撑点渡河 乔也没有其他办法啊 只能脱下鞋子避免打花 死死抓住树干 慢慢走过去 幸好并没有发生意外 现在轮到马特 毕竟穿着凉鞋要比乔文很多 两人成功来到了对岸的房屋处 来到房子时 正好看到有人在那放羊 这也意味着他们成功逃出了安利斯山脉 这个男人一不小心就要跌落到万丈水渊 现在全靠绳子支撑着 他该如何逃离这里呢 乔和柯迪这次来到了挪威 到处都是岩石和白雪 随时都有可能被雪崩掩埋 最致命的就是食物的缺乏呀 哎呀对于美食节目来说 这个打击还是很大的嘛 不过乔现在得想办法逃离这里 还好柯迪蹲在放在那儿 暂时没问题 他赶紧将攀冰毛固定住 推了不少绿器材扣上 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冰要融化呀 留给乔的时间不多了 尽管如此 乔呢还是不打算放弃底下的背包 两者之间的距离 贝尔姐只能说道具组是真的狗啊 哥迪将绳索慢慢的放下去 很快绳子就到头了 乔就差那么点的距离 只能尝试当过去了 男背包是利用绳索一步一步往上爬 还好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 就是手破了点皮儿 是时候看看这次节目组给的装备了 一般滑子 没有的打火机 一大块绳子 还有个卫星电话 博士姐来看一下进度条啊 这电话肯定是坏的 因为还是老老实实加班吧 庆幸的雪宵 留了不少的东西呢 这放眼望过去 一大片荒凉啊 他们也只能往身下走去了 一般人来到这儿 都得穿得厚厚的 而克迪呢 短裤配姚帽袜 是个狼人啊 乔觉得他这时尚搭配 实在太蠢了 忍不住吐槽了 乔就 这克迪表示 他这脚壳练过的 完全没问题 这克把桥气坏了 最后呢 也只能跟着克迪 继续往下面走去了 途中发现了一只 冻到冻僵的兔子 要不是这里没办法生活 早就坐下来烤肉吃了 还有一个小时 天就要变黑了 他们只能选择 在植被下搭建庇护所了 正所谓是 男男搭配蛋活不累 很快就制造了雪墙挡风 底下也是铺满了树枝 两个人挤在一起 盖上了毯子 瞬间就感觉暖和的不少 明天不知道又要面对什么 这个男人穿着短裤羊毛袜 在雪地里赶路 要不是隔地小哥 冷得瑟瑟发抖 那还以为是特效呢 巧合科迪 昨天搭进了幸福老家 面前度过了寒冷的冬夜 一大早起来 就往山下走去 科迪感觉 这地不一般啊 用稿子敲开以后 发现这是一条 被冰雪所覆盖的河流 沿着河流行走 更容易离开这里 越往下走 植被越猫咪 现在就可以留意一下 有什么值得了 很快 他们就看到了溪流 这都是冰雪融化后 汇聚成的河流 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 冲上去 蹲蹲蹲地喝了起来 这水比农夫山泉还挺好嘛 补充完水分以后 接下来就是找地方 搭建住所了 附近有一个不错的空地 适合搭建 嗯 科迪准备弄一个 圆形钉的住所 他砍了不少树木带回去 而乔呢 则是准备挖出苔藓 用来填补缝隙 他们两个 刚好一起收集完材料 回到了空地 两个人一起搭建住所 很快这个住所 就基本完成了 剩下的 就是将苔藓 铺在上面了 科迪一个人 完全能够胜任 他让乔去收集材料 生火啊 天黑之前 科迪已经完成了任务 在这里找到了 干燥的材料 生火 并不容易 哎呀 你说乔不乔 乔发现 树下有个垃圾堆 这是松鼠吃东西掉下来的 抬头一看 果然有松鼠窝呀 拿起胸火 再好 不过 运气好的话 还能扎到松鼠家餐呢 瞧 拿来绳子 长指盘爬上去 采取走两步 挪一次绳子的方法 嗯 一点一点爬上去 还好这绳子绑得够紧啊 不然这三条腿都得蛇 幸好最后还是拿到了 要赏松鼠知道家没了 铁丁们 你们觉得 他会说啥呢 克迪看到这窝 果然变成高兴 哎 唯一遗憾的就是 瞧我没有碰到松鼠啊 他呢 利用了打火机 挂出点粉末 然后取一些香烟过滤 嘴里的纤维 准备工作都完成了 接下来就看克迪的生活迹数了 咔嚓一下 顺利将火点燃 这时候准备今晚的晚餐 挪威的冰天雪地啊 可谓是让他们吃尽了苦头 现在有火有水有庇护所 乔和克迪终于想起了背包里的兔子 兔兔这么可爱怎么可以去兔兔呢 主要还是没有搞清楚这兔子咋挂的 保险起见 克迪打算去西游那边抓鱼 而乔就负责处理 这兔子早就冻坏了 用手一用力就把腿扯回来了 用刀切开肚子 观察里面的内脏 乔并没有闻到什么臭味 但是这内脏有出血的情况啊 这只兔子很有可能就是死于白血症 这意味着今晚没有粗肉可吃啊 要是克迪没抓到鱼 那他们今晚就只能继续挨饿了 克迪来到西边发现好几条鱼 他拿起石头将逃生路线分撕 就往上面放树枝作为遮挡物 这些鱼就喜欢躲在阴暗的地方 接下来就是克迪自己喜欢的感育环节了 一翻毛绸之后就该摸摸看了 很快一条鱼就被克迪扔到了岸上 紧接着又一条被扔到了岸上 拿起石头 木里麻醉这些鱼现在可以用树枝穿起来带回去烤了 夜晚营地穿来一阵阵肉香 小何柯迪对于这一顿非常满意 恨不得顿顿都能吃上呢 经过昨晚的能量补充 一大早就出发寻找出路了 附近都是悬崖峭壁 下方就是霞门啊 幸好有不少生死可以垂直速降下去 下到一半时 乔发现他们那边有建筑 这让他们架回了苏江的速度 换看他们就来到了下方 那是一个旧窗库 就在克迪打算制造求救信号时 刚好节目组安排的船过来了 这次有幸无险成功逃离挪威的冰春 好了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咯 我是大贝尔子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在斯里兰卡啊 丛林有毒蛇 水里有鳄鱼 一般人都不敢去 而这两个男人不一般啊 拿起武器下退毒蛇 甚至还要坐着木筏上去抓鳄鱼 铁人们你们觉得这次能成功吗 这两个男人呢就是乔和克迪 现在被困在斯里兰卡 要穿越茂密的红树林逃离这里 乔呢在瀑布上方 发现有象群 赶紧逃离这里告诉科迪 现在这乔在科迪所在的位置上方 正好伸着隔壁树藤 就能到达下方 爬到一半 这树藤断开了 差点就要请全村人吃鸡啊 现在只能祈祷这树竿 能够承受得住啦 乔呢感觉下方的海民体 受到了压迫非常难受 在痛苦 跟快乐之中 终于攀爬了下来 赶紧告诉科迪 上网友乡群呀 只能沿着这个河流 去行走了 科迪呀非常担心 这样又会回到红树林里面 幸好呢 这事并没有发生啊 乔在路上 发现有衣服挂在树上 而且水流的速度并不快 就立刻到下游 游去对面 很快 乔就到岸上找的衣服了 看起来已经放了有段时间了 不过这也证明 这边一定有人类活动的痕迹 诶 有一个被人挖出来的坑 看起来有点像捕虎陷阱啊 但其实这是宝石矿坑 看过宝石链的小伙伴都知道 斯里兰卡有不少珍贵的宝石 都是通过原始的方法开采得到的 科迪在他们留下的垃圾中 发现有一根铜管 诶 这运用的好 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啊 他们沿着河流行走 很快眼睛的湖泊有所阻挡了 斯里兰卡的红树林有着不少攻击性极高的鳄鱼出墨 一般人啊 见到都得绕道走 但是 乔和科迪为了逃离这里 只能冒险 渡过有鳄鱼的湖泊了 乔呢 沿着岸边寻找有用的东西 刚发现这里有废弃的筷子时 就传来了科迪的呼叫声 下的桥啊 赶紧回到岸上 虽然呢 水里有鳄鱼出墨 但是那法子能帮他们渡过这里 桥和科迪经过伤了以后 还是决定到水里将法子拖到岸上 幸好啊 这没有鳄鱼从背后偷袭 不过这法子得经过修复后才能够继续使用 这要花费时间不太少啊 最后呢 他们决定在这里单一晚上再弄 在丛林里啊 较为开阔的地方搭建住所 科迪准备制作一个压缩起火筒 他利用父亲的木材和之前得到的铜管 不断的修整木棒大小 最终达到能够装进去的程度 之前呢 在红树林里弄了一些胶布 放到刚刚收集到的火熔槽里边 现在可以尝试起火筒重新点燃了 科迪呢 必须用足够的力道 满这个活栽推下去 才能将里面的空气压缩产生火花 不过都产生了好几次都没有成功啊 要是没有火 那个就没有办法进化水喝了 吃了这么多次 终于点燃了胶布生活成功啊 现在只需要等桥回来就行了 而桥正在丛林中寻找能吃的食物 吃的没有发现 倒是看到石块下面有豪猪刺啊 还有可能就藏在洞穴里面 在他必经之路用藤曼和树枝设下陷阱 将藤曼简单打个小截 只要豪猪出来就能将他的头套住 跑往空中 嗯 效果还挺不错的啊 乔呢 顺便把木材带回来营地 用竹筒给水加热消毒 乔对于科迪知道的起火筒也是非常的满意啊 嗯 接着就和科迪商量明天如何修复木杀 不过呢 他们更担心水中的鳄鱼 一夜过去了 乔起身查看陷阱 可以看到陷阱虽然成功处发 但是被豪猪挣脱离开了 只留下一堆刺啊 这要是换成绳子 或许就能扎到了 现在也只能回到湖边修理木杀了 不知道要花多少时间才能搞定啊 在斯里兰卡有不少鳄鱼生活在湖坡里 乔和科迪为了能够安全渡河过去 只能选择修理这破损的木筏了 根据科迪多年造伐的经验来看 这木筏基本上就已经报废了 需要用到大量的漂浮木支撑起来 而他们将附近的浮木收集起来 但是啊 能用来造船的原料那是少之又少 大部分都浸泡在水里 根本没法浮起来啊 瞧盯上了湖泊中的原木 虽然湖泊中有鳄鱼 但是为了逃离这里 只能冒险游到那边了 幸好呢 鳄鱼并没有察觉到它 原本啊 这底下已经浮烂都推都推不动啊 瞧呢 只能爬到上面 利用自己的重量推倒 科迪看到原木击中它头呢 吓坏了 还好瞧比较头体啊 并没有砸伤 这么一大块木头 所以修不好木筏了 就是有点长啊 还得将它折成两把 将收集到的浮木 塞到木筏下面 接着用铜蓝捆紧 一番忙碌之后 这木筏勉强是漂浮起来了 他们呢推着木筏 前往湖泊对岸 这木筏的质量比想象中还好 突然 乔注意到昨天的鳄鱼又出现了 只能站立起来 用力划船远离它 可船啊 却在原地 科迪赶紧拿起船桨帮忙 两个人齐心协力 将划向了正确的方向 而鳄鱼已经划线它们了 哎呦 开始行动了起来 更糟糕的是 这船桨已经碰不到底了 乔只能冒险下水 推动木筏前行 行驶过程中 油桶出现漏水 留给他们的时间可不多了 庆幸恶于 对于乔和科迪啊 并不感兴趣 他们费了不少力 前来到对岸 木筏已经不能再使用了 只能再次进入丛林 哎 寻找出路了 越往下行走 视野呢 变得越开阔 他们看到这里的最高处 那里啊 更容易观察附近的地形 很快乔和科迪 就来到了下方进行攀爬 要是反应慢点 那可就被落石砸伤了 幸好接下来并没有碰到落石 成功判定到了山顶 他们看到地下有不少人在更正 这也意味着他们成功逃离了这里 六年眼镜时的毒液 就能将成年大象干掉 而这一条身长四十半 毒液要强上好几倍 一般人碰见早就绕路走了 而这个男人却举起了武器 对峙着 眼神充满着杀气 大家觉得 谁将在下一秒成为食物呢 要是觉得 杯子的视频还不错 别忘了点赞关注啊 乔和科迪来到了斯里兰卡的红树林 到处都是危险的毒蛇和复杂的地形 节目组呢 只留了搜破船给他们 开局装备全靠检啊 除了水面上扶着的东西外 剩下的还需要潜入水中 拆除引擎 而隔壁就是带毒的水母 这毒液足以放到两个大汉 为了安全起见呢 乔拆了螺旋桨之后 离开这里去到了红树林里调整 本来还想在这休息 这小鳄鱼不累了 立刻呼叫大表哥过来 这乔和科迪啊 赶紧离开河岛 往深处行走 底下都是淤泥 并不好走啊 乔一不小心就摔倒在了沼泽地里 还好有科迪在 不然他就得回家开席了 哼 好家伙差点要送双发好吗 幸好大表哥没来 这才让他们逃离了这里 乔和科迪找到了陆地 这位都是茂密的树林 刚好呢 适合在这里搭建庇护所 乔到附近寻找水源 留下了科迪一个人干活 幸好这里有天然的帐篷 他只笑砍点木材 用来制作第二床就可以了 简单修整一番之后 就能够躺在上面度假了 乔这边没有找到水源 反而是用螺旋打造出了武器 看价是要跟大表哥打战一番啊 他呢还用藤板制作了补血龙 在淤泥里找到了蛤蜊当幼儿 就是不知道这儿能信到什么东西了啊 这两个人在红树林度假忙碌了一天 别说吃的了 连水都没有 希望昨天永藤曼做成的陷阱有用 现在只能抠抠脚丫 还得尴尬了 瞧带着科迪来到陷阱处查看 将笼子拎起来一看 呦好大只螃蟹啊 这哪去青春还是红烧好呢 不过得找到带水以后才得享用 科迪将大闸蟹拿出来 用布包裹住 打包带走 他们继续往高处赶走的地方走 这刚走没多远啊 一条眼镜蛇出现在了他们面前 吓得乔举其武器问候他全家 被这样一条超四尺半的眼镜蛇咬一口 立刻就能回去叫人开息了 乔非常讨厌蛇 他更喜欢吃烤好的辣条 科迪呢劝乔别冲动 慢慢后退 乔的双眼充满了杀气 紧紧握住武器 科迪现在就冲上去将他解决了 双方又僵持了一会儿 最后呢 眼镜蛇任从他逃离了这里 科迪啊 也赶紧让乔离开 这才避免了一场人蛇大战 现在更重要的是要找到水源啊 乔听到附近有流水的声音 两个人分头行动寻找 科迪在不远处搬下了淡水 赶紧呼叫乔过来 他们可不想像得业那样 多多的喝起来啊 得找个容器装水 等会儿拿去生火消毒 科迪到附近发现有不少的竹子 能够制作各种各样的工具 用来装水呢再好不过呀 开开几下就弄好了 这个男人用藤蔓编制补蟹龙 扎到一只大扎蟹 他们现在开始准备料理了 直接手起到落将内脏清理干净 现在就得找个地方烹饭了 桥和科迪 往高处寻找空地搭建注色 上方有一个突出的岩石 底下的空间正好适合坚本休息 唯一的问题就是 这里有豹子痕迹啊 甚至还听到他的怒吼 吓得他们赶紧离开了这里 OK 他们又发现了 一个和刚刚很像的洞穴 桥慢慢地往里靠近 这次并没有发现任何足迹 眼看着天就要快下雨了 今晚的住所就得选在这里了 桥在雨中收集竹子 打建障碍物 他将竹子打磨得非常尖锐 猎人们呢 就是拿着这些去布置陷阱 刺伤猎物的 而科迪准备在地上挖一处凹地 避免倒是雨水将篝火熄灭 桥还留了一根竹子用来煮水 那拿出了处理好的螃蟹 放到火中烤 很快就散发着迷人的香味了 一口气熬下去 桥和科迪继续寻找逃离这里的方法 他们穿过层层面林来到大瀑布处 桥打算沿着瀑布盘登到顶端 而科迪只想绕路离开这里 双方为此争论了一番 谁不服谁啊 桥呢只好一个人先盘登上去看看了 虽然到处都是失财险 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攀爬 沿着石块一步一步往上爬 很快他就来到了上方 还没高兴太久呢 桥就发现了有两头小象和他们两头象妈妈 要是惊嚣了他们那肯定会受到攻击啊 她呢也只能够原路返回告诉科迪这个消息了 最后桥和科迪能否逃出斯里兰卡呢 让我们下期再揭晓答案吧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大布尔姐 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这是一只快乐的蜥蜴 没想到帅个太阳也会被赤脚的阿仙抓到 野生们 这是成效还是清静好呢 这里是阿拉伯尔沙漠 有着烈日和绵延的沙丘 好称世界上最难生存的地方之一 只有当内的贝都阴人才能适应这里的环境 对于不熟悉的人来说 这将是一场和阴暗的游戏 科迪和乔将利用节目组留下的装备逃离这里 一个三脚架 一幅望远镜 两张骆驼毯子和一个水壶 可惜里边的水并没有多少啊 科迪用毯子包裹住了自己 避免包晒脱水 还把三脚架弄成手杖 方便赶楼 现在感觉 他们就是在铁板上这煎炒啊 尤其是科迪 这脚底都能闻到焦味了 只能高处 勘察周围地形 希望周围有遮蔽树和水源了 当他们来到山丘顶顿时 啊 好家伙 这集好家伙 隔壁人呢 比得人的头还荒凉啊 瞧 拿着望远镜 四处张望 也就看到那边两棵树 隔壁更担心的 那是海市蜃楼导致 这下也没有更好的选择啊 只能往那边走了 下山就感觉快了很多了 连梦带跳地跑过去 这个不够爽 现在还没有到正午 启温已经拿到了四十多多 乔呢 只能遮挡住自己帅下的脸 减少排汗 幸运的是 那两棵树并不是什么海市蜃楼 他们可以待在树椅下休息 利用毯子呢 搭建一个简易的帐篷 稍微补充一下水分 瞧瞧柯迪这一脸享受那样子 咳咳 不是 他比他的度假呢 好吗 好不容易熬过了中午 这启温也有所下降 又得继续赶路了 乔看着柯迪啊 这捡骆驼份 他还以为这是要一口闷吗 他都准备问问柯迪 这是肌肉味的吗 柯迪表示 这并不新鲜 只是想来生火 好家伙 感情这些新鲜鸟 那不能满早些满了 他们计划着 到山的那边看看 海洋下班 正好趁着夜色赶路 不知道他们能否找到水源呢 这两个男人 被困在沙漠里寻找水源 他们花了一碗的时间 赶到山脉附近 水壶里的水 已经全部喝光了 要是再找不到 就只能自己自足了 根据柯迪多年的求生经验 这边的山脉 看起来就像是山谷啊 水的存在嘛 可能性会更高哦 乔反正是听不懂 反正666甩起来就是了 还好啊 这太阳还没有完全露头 这太阳他们 看到植被上的露珠 虽然这加在一起 还不够一杯呢 但让人感觉清爽了不少嘛 这太阳刚露出来 柯迪就发现了 不得了的美食 瞧瞧弄了荒而逃的蜥蜴 跑到树枝下面 双手抱头 我哪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不到我看我抱 柯迪大屁股 爪子被柯迪盯上了好吗 轻轻你抓 顺势就把他拎起来了 想都没想 上次就是一刀 哎 荒野师傅 又得增加新的一道菜呢 柯迪将他的开航破度 清理完里面的内脏以后 用树枝将他折拢了起来 在这里让太阳 把他晒成肉干 最合适了 将肉捆绑在手杖上 累了就玩玩着肉香 整个人都精神不少 他们很快就进入了峡谷里面 这边的植被较丰富很多了 眼前出现了一团乌云 这要是下起暴雨 这里随时都有可能遭受到山洪袭击 为了安全起见 乔爬爬到了高处 确认乌云的情况 说干就干 脱掉衣服 直接徒手往上爬 这肌肉 卡卡几下就爬到了高处 乔流望远近观察远方的乌云 好消息是 这些影开始消散了 前方的峡谷呢 变得更加开阔 乔沿着山脊走 越往山柱走 这地形就变得越崎岖啊 这要是摔下去 怕是三条坨都得报废 就在他登上高处时 幸好他这麒麟米没小锻炼啊 这要是换成科迪 早就回去吃息了 乔登上了最高处 跳往四周 并没有发现水源的痕迹 气得他差点就要跳 就快速回城了 现在也只能呼叫 科迪抬着别动了 将这坏消息告诉他 当科迪听到这个消息 整个人都不好了 男人刚想穿鞋子离开这里 却发现有只蝎子冲着出来 加他的一边发电报 一边去记念啊 现在问题来了 那这蝎子 会是肌肉温的吗 乔登上高手发现 这附近并没有水源的痕迹 现在呢 也只能沿着峡谷 继续前进了 走了一段之后 他们终于在裂缝中 看到了水源 这怎么下去啊 是一个问题 附近并没有支撑点 下去之后 很可能就上不来了 科迪唯一能想到的办法 就是让乔 把坛子撕成长条 这样就能用水壶打水了 不是姐不懂就问啊 这为啥不是撕自己的呢 乔很快就弄好了 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嘛 劲儿不知道 这效果如何啦 水壶慢慢降落到了水中 可是 它并没有打到水 乔现在有点慌了 只能不断尝试 让水壶打到水了 看到它沉入水中 乔终于松一口气 嗯 就这样 获得了一大壶的水 而科迪这边呢 也终于用上 骆驼粪粉生活了 它将骆驼粪 磨成粉末 更容易粘然 现在阳光这么多 真好用放大镜去点火呀 当乔打好水回来 科迪这边 刚好摆瓢成功了 直接将水壶 放到火中加热 他们终于能够喝上 这里的第一口热水了 补充完水分 科迪已经迫不及在 想吃肉了 这蜥蜴在火上 得到了充分的温暖 散发着诱人的气味 小思小的小 和肉品强 它感觉至于 嗯 跟鸡肉差不多买 好家伙 真吃啥都是鸡肉味啊 现在呢 吃好喝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他们来度假了呢 天一亮 他们就离开峡谷 寻找出路了 前方的植被越来越绿 隔壁就有水 从岩石流出 这个园间水壮呢 更容易看到 人类文明的痕迹 接下来的地形 并不好走 他们垮过峭壁 游过了狭闪的河流 这才来到开火的地方 而成圣 就在那不远处 小和客迪 成功逃出什么了 不知道 下一期 他们要去哪里挑战呢 好了 这些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导贝儿姐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